开国大典,1949年10月1日,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仪式,开国大典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结束,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等待着动摇的历史一刻,大典开始之前由毛主席致辞,一开国大典,广场上我国的最大军种陆军在接受检阅,陆军人数是最多的授阅部队。 开国大典,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,在前排首幅栏杆观看这一盛点,开国大典,天安门城楼朱德总司令,在亲自拿话笔在设计国旗的图稿,开国大典,天安门城楼上,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,陈毅元帅在一群人中偷偷的吸烟,开国大典,聂荣贞元帅担任阅兵总指挥,在阅兵车上检阅部队,开国大典, 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检阅的的炮兵第四师,一门门大炮依次排开,展示我国的国防力量,开国大典,天安门广场上受检阅的坦克方阵,依次排开接受检阅,开国大典,空军在接受检阅,这是我国的装备的P-51野马战斗机,开国大典,骑兵防阵在广场上依次走来。 一开国大典,晚上九点一时结束,人们在各种庆祝,夜晚的广场上,还是人山人海,在放梨花,绚丽多彩。